第九百六十五集 对,你是王八蛋 叶好轩诚恳地看着李李说 真的,我在清明上坟的时候就想 死了这么多人,你怎么还活着 你,你,来人,来人啊 李燕再也受不了了 她的嘴巴很毒,撕逼的时候从来只有别人挨死的份 但是这一次似乎叶好轩把她吃得死死的 两姐妹向来是保镖不离身的 她两人这么一叫,马上由保镖走进来 把这个男人给我往死里打,然后扔出去 李燕指着叶好轩怒道 雇主饮命,保镖当然是服从 不过这两个小姐妹,请的这种撑场子用得下三烂的保镖 是真的对叶好轩没有什么杀伤力的 扑通扑通两声,两人直接飞了出去 请保镖呢,叫到正规的保镖公司去请 不要到一些穷地方的武校随便拉两个人过来撑场子 这些人的水平也低,素质也低 就你俩穿着暴露样,肯定会招狼的 叶好轩排外手道 混蛋,我会让你晃不下去的 你等着,别走 两姐妹狠狠地盯着叶好轩 然后抓着自己的手包走了出去 没有人告诉你,不要得罪女人嘛 尤其是这种女人 宁巧有些无奈地说 没办法,看着两人傻样 我有些忍不住想要抽人的冲动 叶好轩怂怂肩膀的 这两个女人,圈子里有名的有仇必报的 他们凭着炒作窜红,在这一年里 达到的成就确实也不小 宁巧说,那要怎么样 这也改变不了他们两个卖肉的事实 叶好喧嚣的 现在讲出名,没有实力,没有机遇 只能靠这个了 宁巧叹道 我宁愿相信他们两个也只是想成名而已 成名的方法有很多种 叶好轩说 但也不一定只有这条路可以走 两人不是被逼无奈的 而是他们的骨子里 根本就没有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 唉,所以我想为娱乐圈提供一片净土 但是我的能力真的有限 宁巧叹了一口气道 不是你的能力有限 而是你刚刚起步 叶好轩笑道 再过几年,我相信你一定会打倒自己的理想的 谢谢 敬你基言 我一直在努力 宁巧笑了笑 你今天约的人,怎么现在还没有到 叶好轩问 不知道 不过娱乐圈的大佬 这些人应该都很有架子的吧 宁巧说 以前没有跟这些人打过交道 也好宣问 没有 我不喜欢和这些人打交道 不过这一次不行 因为对方黑白两道通吃 在江浙 在江浙 是人家的地盘 不过来递个拜帖 真的有些说不过去 宁巧说 基言 你好威武啊 啊 你看你这肌肉 你看你这身材 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是啊 基言一定很威猛吧 随着两个嗲的让人发颤的声音传来 两姐妹一左一右的 挽着一个飞头大耳的男人 他们两个几乎把自己 所有的身体 都贴在那个男人的身上 叶好轩是差点吐了 真的差点吐了 这两姐妹的夸赞之声不绝于耳 说的就好像这个男人长得多健壮 多威猛一般 好像有八块腹脊 随时都可以隆起一个肉鸽的一般 但是事实上 这个男人却是一座肉山呢 他的个子不高 连一米七都不到 而且浑身的肉几乎是横向发展的 走起来那微微发颤的肥肉 油光满灭的脸 叶好轩真想说 这对姐妹花 能更不要脸一点吗 这你妈得昧着多大的良心 才能把这个胖子夸到天上去 这个胖子正是江浙娱乐圈的大佬 七爷 他之前是拍三集片出名的 后来改行拍动作片 不过这胖子手底下 也是出过不少精品电影 好多经典都是出自他的手下 但是叶好轩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他本人 这副尊容真的不敢让人公民 嘿嘿嘿嘿嘿 你问这两个小妖精 到江浙这么多天了 这才想起来来见我 说 在哪个男人的床上滚了 胖子大笑道 哎哟七爷 人家还是小孩子呢 况且在江浙这种地方 就算是找男人 第一个想到的也是七爷您这种高达威猛的猛男啊 林立娇笑着 这妖精 说话中听 行 七爷今天晚上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高达威猛 好生期待哦 三人是有说有笑的 走到了包厢里面坐下 叶好轩发现七爷的身材比这两个女人 加起来都要宽赏一些 她真的有些可怜这对姐妹花 为了取悦别人 真的是什么都不顾了 七爷好 宁巧站起来笑的 这里还有一个美女 宁巧 早就想见见你了 不过一直没有机会啊 胖子的眼前一亮 连忙站起来和宁巧卧在了一起 她的双眼几乎要放光了 其实宁巧是极具女人味的 身上有骨子淡淡的清零之气 这是那对姐妹花不能比的 如果是一个正常男人选的话 绝对会选宁巧 而不会选择那对姐妹花 七爷说笑了 我一直很敬仰七爷 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拜访 希望这一次不会太唐突 宁巧笑道 她的笑有些勉强 她想抽回手 但是个胖子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让她无论如何努力 也抽不回来 既然来了 那就多在江浙待几天吧 我们在一起谈谈人生理想 七爷一副色响 她紧紧地抓着宁巧的手不放 七爷是吧 我从小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 叶浩轩站起来 右手在她的手上一弹 胖子感觉到手一麻 她连忙松手 而叶浩轩又不时时机地握住了她的手 做出了一副很亲热的样子 握了几下 叶浩轩松开了手 其实要按叶浩轩的脾气 这家伙这幅色相 她就直接开始打脸了 但这里毕竟是江浙呀 这家伙在当地也算是地头蛇了 如果闹僵了 大家都会很不愉快 娱乐圈就是这样 有时候你得低声下气 得看人脸色 宁巧的标准就是 只要不太过线 他就能接手 不过这个胖子明显是有些过分了 宁巧连忙抽回了手 他坐下笑道 季爷 您是前辈 这次来江浙 我可是有好多东西要跟您学习的 想学习 可是要教点学妃哦 嘿嘿嘿 胖子不悦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但他也没有当场发作 毕竟他的形象还是要维护的 那当然 学妃是一定会教的 宁巧笑道 我不要别的 我只想和宁小姐谈谈人生理想 宁小姐看怎么样啊 哈哈哈哈 胖子又恢复了那幅色相 七爷 我是很认真的呀 宁巧陪着一副笑话 我也是很认真的 我对宁小姐可是仰慕已久了呀 哈哈哈哈 这次来江浙 我们应该找个大创 好好地谈谈人生理想 你说是吗 胖子说 咦 七爷今年快四十了吧 看起来就跟刚过三十的年轻人一样 宁巧及时地岔开了话题 胖子有些不悦了 他觉得宁巧有些不识抬举 他慢慢地坐下 转动着手中的杯子 然后淡淡地说 宁小姐 您在江浙市取景拍戏的吧 是的 好多地方 还有养正七爷帮忙 宁巧笑道 哈哈哈哈 我不喜欢白白地帮别人的忙 不过宁小姐这么漂亮 倒是可以例外 胖子说 七爷 有卢家两个人陪着你呢 你 林彦又粘了上来 你先闭嘴 七爷有些不耐烦了 说真的呀 一个身上有着女人味的女人 这绝对不是这两个青色的小丫头能比的 虽然这两个女人龙过胸 看起来很有料 但是她们少的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 两个女人不说话了 她们只得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嘴闭上 然后极度地看了宁巧一眼 我可以给七爷一些报酬的 宁巧说 你觉得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七爷站起来她笑了 在江浙 我说了算 你既然混这行 所以你就得遵守我的规则 七爷有什么规则 宁巧依然甜甜地笑道 我喜欢宁小姐 陪我几晚上 这就是规则 胖子皮脚肉不笑地说 不好意思 七爷有七爷的规则 而我有我的底线 宁巧皱了正眉头 她站起来道 如果真的谈不拢 那我只好先离开了 不过我相信 江浙还是有法律的 狗屁的法律 胖子的脸笑了起来 一瞅一瞅的 整个人就像是一座肉山在斗一样 你是娱乐圈的人 我是江浙那只整个江南区域的 娱乐圈的大佬 你在这里劳金 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行 胖子悠悠地说 如果你不经过我的同意 那不好意思 我保证 你的江浙之行不会太愉快 七爷 这女人 确实有一些不识抬举啊 李丽说 是啊 我们刚才在这里见过了 我们说 七爷在这里的影响力很大 但那个女人 似乎不怎么感冒啊 她说 七爷无非就是拍三级片 出身的罢了 李业又添了一把火 你们两个 这样真的有意思吗 宁巧偏了一眼这两姐妹 说真的 这两姐妹的人品 她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宁小姐这长相 这身材 如果不去拍这个 真的浪费了 而且那声音绝对很小混 胖子越说越兴奋 她一拍大腿道 好 就这么定了 我们走 宁巧皱了正眉头 她接触过形形色色的 娱乐界大佬 有些人或明或暗的 向她提出 潜规则的事情 但是宁巧从出道到现在 一直守着自己的底线 没有让自己 在这个圈子里面沉沦下去 像是眼前 七爷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 说真的 她还是第一次见过 这种人真的是社会的败类 人渣 用这个形容她一点也不为过 现在想走 是不是晚了呀 嘿嘿嘿 七爷冷笑道 门口有一群人围了上来 这些人都是七爷的随身保镖 能在云中仙子这里 带这么多保镖进来 看来胖子在这里的影响力 还是很大的嘛 报警 宁巧道 报警 太便宜他了 也好喧响了 我们圈子里的人做事 不想把事情闹大的话 就会选择报警 但如果想弄得对方向你跪地求饶 那就用自己的方法解决 可是 宁巧还是有些犹豫 没有可是 叶好轩笑道 这件事情我处理吧 你在一边坐着休息一会儿 宁巧知道叶好轩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他点点头坐到了一边 七爷是吧 九仰大名了 我从小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 叶好轩笑道 你这句话刚才已经说过一次了吧 胖子扫了叶好轩一眼 冷笑了一声 哦 是吗 那是因为我对七爷的崇拜 已经让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了 叶好轩做出了一副很崇拜的样子 你是谁 胖子皱了皱眉头 他觉得叶好轩看起来有些眼熟 他就是宁巧养的一个小白脸而已 姐 刚才这王八蛋骂我 对我们好好教训他 我们晚上让你知道 林艳说到这里 换上一副嗲的让人发颤的声音 什么叫做冰火两成天 不得不说 林艳这一招对任何男人都管用 胖子听他这销魂的声音 不由自主的一个哆嗦 连连道 哎呦 受不了 真的是受不了啊 七爷为我们出气 我们为你加油 两姐妹在一边添有加醋 他们决心要把叶好轩给整死 这混蛋刚才的话实在是太毒了 这感情好啊 我这才发现你们这两个小妖精 真的很会缠人啊 行 晚上等着我 七爷咬牙切齿的说 这两个小妖精实在是太会勾人了 晚上一定要好会的教训教训他们两个 让他们两个知道自己的厉害 我不是小白脸 我只是一个医生 叶好轩认真的说 你们两个有病 真的 而且病得不轻 七爷 林立打着声音指着叶好轩不悦的教导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人实在是太嚣张了 这个地方可是七爷的地盘啊 他这样几乎是没有把七爷放在眼里嘛 小子 你是不是仗着自己年轻 仗着自己的脸白 就敢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七爷推开了那对姐妹花 他走上前道 你还是太年轻了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是你得罪不起的 或许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我得罪不起的人 但是那个人绝对不是你 也好喧嚣的 也好喧嚣的 七爷是吧 江浙挺有名的 以前靠派三级篇出身 现在摇神一变 成了德高望重的娱乐圈大佬了 我真想说 这个世界有时候真他妈的讽刺 你还是太年轻了呀 没有吃过亏 不过希望这一次你能接触这个教训 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你是得罪不起的 七爷挥挥手道 难得飞了 女的给我抓起来拔光 圈子里的玉女是吗 我让你变成玉女 是 七爷 一名保镖一点头 然后招呼同本上前 就要把叶好轩给制住 说真的 这层次上的战斗 真的提不起叶好轩的兴趣 他几乎是举手投足间 就把这五名保镖给放倒了 可惜了这个花瓶了 黄七 这里的损失你可得赔啊 我赔不起的 叶浩轩有些心疼的 看着一个足足有两米高的花瓶 摔得粉碎 虽然这里的这些东西是艺术品 但是这个地方是风雅之地 所以说这里的艺术品 也是价格不菲的房品 就拿刚才杂烂的那个花瓶来说 就值个好几万 这点都是小意思 我想云中仙子 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胖子里也开嘴笑了笑 鬼六 你好多年没有动过手了 这小子看起来有两小子 不知道你跟他比如何 鬼六 是胖黄七的随身保镖 这家伙以前是汉匪出身 成天过的是刀口舔血般的生活 不过自从他跟了黄七以后 就成了黄七的得力助手 很少跟人打架了 尽管是这样 他仍是黄七手底下的头号打上 这家伙凭着一股子狠劲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 算是出了名的 而且因为黄七算是黑道起家的 所以这家伙领着几个堂口 倒也是像模像样的